双拿好手林扬配李扬 王麒麟近日到清晨杯羽球赛担任赛事大使 并以队长身份邀来举重女神郭幸纯 柔道女神杨勇伟等台湾顶尖运动员齐聚一堂切磋球季 林扬配近机会先征战亚锦赛 接下来将积极争取巴黎奥运的参赛资格 由于两人在东京奥运后一度陷入低潮 李扬希望能尽快把状态调整好 现在有点像回到2019年的感觉 还不知道奥运谁会去 但我们会尽力 对于戴姿尹松口谈退休 李扬也有感而发说道 像小戴说的 要好好珍惜每次比赛 毕竟我也觉得不远了 认真的 坦言他近期有到学校当老师 未来也有其他规划 2024年可能是他最后一场奥运 若有机会再次代表台湾一定拼尽全力 即使无法上场也觉得很庆幸 因为在18岁那年已经算半离开羽球界 庆幸又赚了这么多年的时光 至于搭档王麒麟 早在东京奥运前就饱受足底肌膜炎所扰 虽然经一季治疗获得控制 但后来又再度复发 唯有停赛一阵子好好养伤 王麒麟对此透露 最近身体状况好转许多 正努力控制旧伤 也不要有新伤出现 由于亚锦赛是奥运积分赛前一战 希望能在亚锦赛前把状况调整好 如此才能在争取奥运积分的赛事好好发挥 杭州亚运 世锦赛也是今年锁定目标 期望能有好表现 羽球男双铃羊配王麒麟 李扬之前在东京奥运夺下金牌 一举一动都成外界焦点 结束隔离后行程满档 不过李扬似乎没有让工作影响心情 还是会抽空和稳交七年的女友外出约会 据悉双方其实已经论及婚嫁 但因为李扬想再拼一届奥运 所以不得不将婚期延后 相较王麒麟与女友低调谈恋爱 李扬大方许多 多次公开向女友示爱 据媒体报道 李扬被拍到和女友现身在桃园归山 餐厅选的是一碗最便宜只要80元的平价拉面 口味相当朴实 从曝光的画面可见 情侣爱的浓烈 互动亲密 一下食指紧扣 一下打情骂呛 还有拍到李扬伸手摸女友头发 接着拍脸颊 最后干脆一把将女友抱入怀中 甜蜜的情侣互动 完全闪瞎周边的人 李扬成名后 多次在IG限动提到女友放闪 先前人气网红滴妹送上饮料时 写下 连我女朋友也照顾到 身心都被疗愈了 上次跟女朋友去台中 因为太多人排队没有喝到 这次终于喝到了 就连分享自己最爱玩的手游时 都会顺便提醒大家自己是有女友的人 送了我跟女朋友这么好的卡 还有魔法时 我要好好认真玩 被赞是贴心好男人 关于结婚 李扬日前受访开口 打算到了30岁才要进入人生下一阶段 奥运羽球男双金牌得主林扬片的王麒麟与李扬 将暂时拆货 主因是王麒麟因足底肌膜炎 预计至少休养8周 接下来李扬将与学弟卢振和拍 征战10月中开打的丹麦羽球公开赛 之前王麒麟与李扬出席在台北体育馆举行的 穆德杯企业羽球排名赛 两人担任开幕嘉宾 李扬言小事伸手 与球迷一块打球同乐 而王麒麟因脚伤不适 只能坐在场边当啦啦队 并不时与球迷合照 签名 事实上 王麒麟的脚从5月就已有状况 不过当时他自认问题不大 他苦笑说 上了球场谁会觉得不行 就是拖得太久 才变成这么严重 丹麦羽球公开赛预计10月18日开打 接下来还包括法国与德国 李扬表示 目前预计王麒麟约在11月中可以归队 对于要和学弟搭配 他并不排斥 他说和不同的人搭配 也会有些新的刺激 李扬透露 目前和卢振还没有太多搭配机会 不过两人打法都数前排 在速度和轮转上虽比过去更快 不过后排攻击相对劣势 他也和学弟开玩笑说 谁先抢到前排就是谁的 另一个就去后排 近日迈入第七届的 除此之外 穆德也长期赞助羽球选手 包括李扬 王麒麟与王子维等 都是穆德赞助的选手 李扬也说 穆德推广羽球不遗余力 作为一个企业举办比赛 要耗费很多的人力与经费 我相信他们也期盼能做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吸引更多企业加入 2021年东京奥运当中 由王麒麟与李扬所组合的林扬配在赛场上掀起旋风 在羽球项目拿下男子双打金牌 而王麒麟在2023年初就在脸书粉丝团透露 自己刚入手全新宝石节的性能修吕的消息 限杀不少粉丝 而李扬日前也公布了自己入手新车的喜讯 不过这款车并不是要买给自己开 而是要送给父亲的一份大礼 李扬日前在脸书粉丝团中发文写道 我也买车了不过我还没有驾照 这台先送给辛苦的老爸 感谢老爸一路的支持与付出 喜事一桩 和大家分享喜悦 网友看到贴文后则是纷纷回复 孝顺的孩子 看着李爸爸的神情 一定非常开心 球技精湛又孝顺 孝心满满 几乎都是称赞李扬的孝心 从粉丝团中贴文照片来看 李扬这次入手的车款是第四代雷克萨斯的休旅车 这款车的外形十分锐利 并且具备了品牌惯用的仿锤造型水箱护照 动力方面提供了2.0升涡轮增压引擎 以及3.5升V6加上油电混合动力的选项 同时车上也导入雷克萨斯2.0的主动安全系统 能够提供水平之上的安全防护 台湾黄金男双李扬与王麒麟 在超级1000系列印尼语球公开赛16强战 面对地主组荷兰BN 与库苏玛瓦达纳苦战三局后败下阵来 赛后李扬面对球迷嘲讽 顶着星科奥运男双金牌光环 林扬配本季首战回到幸运的泰国 与汤姆斯被帮台湾男 团拿下4胜 不过随后的泰国公开赛以及印尼大师赛都止步8强 这次在印尼公开赛更是逾16强就落马 李扬赛后在现实动态贴出 网友拿了奥运金牌之后的半年 和上半年的成绩都是那么差 真的是史上醉水奥运金牌的留言 同时写下 抱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对不起让你们看到一场又一场场的败仗 接受所有的批评 同样和李扬谈到退休计划的世界球后戴兹颖 在冬奥羽球女单最终拿下银牌 为羽球写下历史新页 而始终陪在她身后的男人教练赖剑成也得到广大关注 如今她的真面目曝光 再度掀起讨论 不少网友笑赞 教练留胡子 看起来依然很年轻 戴兹颖脸书粉砖稍早放出灿效合照 而教练赖剑成也在其中 看到她没戴口罩的模样 不少网友留言直呼 原来教练有胡子 教练戴口罩比较年轻 看看大家的反应 原来跟我们想的一样哈哈哈哈 教练有留胡子 跟很多人的想法一样 教练是亮点 原来教练的真面目 提到小戴这个坚强的后盾 赖剑成教练过去曾受伊尼华裔教练郑永成指导 与双打世界排名第四的陈红林师同学 虽然一路打到甲组 不过选择念研究所后 因为在高雄中学服体育替代艺 而成为戴兹颖的陪练 后来一路成为专属教练 2020年戴兹颖在马来西亚大师赛闯进决赛 全英公开赛永博生涯第三冠后 也特别感谢一直在他身后的最强阵容 还有金牌教练赖剑成 2021年父亲节 戴兹颖一家过节方式朴实却真诚 我的家庭没有特别庆祝节日的习惯 只要家人聚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是最快乐的 父母对孩子的期待 如何成为他成功的动力 戴兹颖的在于球场上的成就 让爸爸戴南凯的教育方式 受到瞩目 他说的四个字 相信自己 刻进了女儿的心里 也让他不管面对多大的挫败 都能一次又一次的站稳脚步 最后在这里祝愿李扬和戴兹颖今后 越来越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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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